新北市政府最近公告了 代為標售土地的結果 其中最高金額的3500萬 就位在於新莊廟街 而且很妙的是喔 地主竟然是位神明 叫做五龍聖母 沒聽錯地主就是神明 土地坪數大約43.5坪 地上有一層樓的建物 目前是間小吃店在經營 依照新莊地震事務所的公告 土地限值為2630.68萬 標售底價3355萬左右 最終有一位自然人得標 換算下來每瓶單價約80萬 溢價率達4.31% 地址資料上面會有 神明名稱登記的土地 通常它們都是在日據時期 以前它就是神明的名字了 那通常會有幾種情形 包含它有可能是寺廟的土地 或者是它是祭祀工業的土地 或者是它是神明會的土地 不只五龍聖母土地標售 像其他保生大地位在 石定路段的三塊土地 標出182萬到201萬左右 田都元帥和普渡公 鷹哥的名下土地也都得標 因為祭祀工會或實名會 並非法人沒有處分土地的權利 經過多代繼承 產權相對複雜 政府出面藉由標售活化土地 標售後會成立專戶 十年無人任領 就會充公國庫 除了觀察它現階段的 區域上面的狀況之外 那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上面的地上物是不是有未來 可能排除會有比較大困難的標的 這類型土地除了地理位置較偏外 露林也可能比較高 想要挖堡其實不容易 或許透過建商或事務所整合 比較有機會翻新翻轉 畢竟要在神明土地上動土 大家還是會三思而後行 東漢新聞陳梅志 許家康 蕭涵 新北市報導 燃燒熱血棒球魂 棒球經典賽看東森 人員 Visie Visie x Vis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